今天星期厲害了 《周述會戰》又有新消息 我們可以看到究竟它怎樣玩 動漫的手機遊戲真的大爆發 《黑色五葉草》又說有手機遊戲要推出 《大航海時代》 動漫遊戲經常會炒 究竟一款經典遊戲推出的時候 又會不會炒車呢 應該說先炒船吧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的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大家好 我是魔人 這星期有很多新消息跟大家說 我們第一款要說的是DNFM 這遊戲在韓國的Android 只是突然測試6小時 測試完6小時後 似乎還未有最新消息 不過這款DNFM 我本身看到好像是綠版會先推出 但綠版因為什麼事出不到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可能審批比較嚴格 那便推出不了 我記得這款遊戲當年的Online遊戲 也挺受歡迎的 我有朋友投放了不少錢 你說這次DNFM會否又造成一波呢 熱潮呢 真的很難說 有很多兄弟喜歡懷舊的 我想都還可以的 遊戲就像以前Online遊戲的質素而已 我說完之後 可能新世代的玩家未必能接受 好了 先說到這裡 如果再有遊戲畫面 再跟大家說說吧 《空拍師陣地攻防戰》 這遊戲本身在日本推出了很久 現在好像是五周年了 現在又說台日和同步會正式上線 即是怎樣呢 即是一推出的時候 台版就跟進入版的意思吧 預告會跟刀劍神域合作 這遊戲想當年玩的時候 我是不斷彈遊戲的 可能電話真的受不了 現在玩的時候... 嗯... 我又好像沒什麼興趣 不過提提大家 如果你之前玩過 但又不太懂得看 現在有中文版 我想你玩得比較順手 這遊戲是黑色五葉草的動漫 不知道大家看過了沒有 這遊戲叫做黑色五葉草Mobile 遊戲預計在2022年會推出 現在我們只能看到這個宣傳影片 宣傳影片上 我們可以看到遊戲畫面也挺漂亮的 我們遊戲會玩到什麼呢 官方說會重溫動畫很有名的畫面 即是經典畫面 也會有抽卡系統 我相信也是抽SSR 如果大家本身喜歡黑色五葉草 我想這遊戲的手遊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之前推出的遊戲真的一般 要看完 接下來是一款非常經典的遊戲 變成手遊是大航海時代Origin 又是預計2022年 這次遊戲1月在韓國就會開始CBT測試 只是測試 還未正式 到2月又會有第二次的測試 也測得很頻密 希望它會快點推出 如果大家本身很喜歡這款經典遊戲 不知道落到手遊 它又會造成怎樣 這款遊戲已經是30週年了 而這款手遊是它30週年的紀念作品 用了Unview Engine 4 開發 相信遊戲出來的畫面也不會特別差 現在看到了 我自己覺得 還挺漂亮的 如果大家是這款大航海時代粉絲 會否嘗試劉過言 跟我聊聊 《托蘭2 細鹿》 這遊戲我想已經推出了不短的時間 我們可以從它的畫面看看 現在就說PC版已經上線了 即是大家本身只能在iOS和Android玩 現在就可以在電腦玩了 我相信遊戲本身也不太扯電了 它的畫面並不是很漂亮 屬於初代的手機遊戲的畫質 如果用電腦玩 我又覺得用模擬器也可以 為何又要多搞一個PC版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但大家現在還在玩的話 希望這個資訊能夠幫助你 你回家用PC玩一下吧 周述會戰有手遊 之前跟大家說過 這次終於有一個新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事前登錄的PV 我們可以看到遊戲的畫面 其實是一般的遊戲套路 即是回合制 左右放人物 然後排陣 開大技等 其實是老套的 不過我想大家輕輕鬆鬆也可以按一下 接下來跟大家說一款遊戲 很厲害 這款是天星訣 現在雙平台可以下載 我找了很久很久 這款遊戲的畫面 但是找不到 不過不要緊 這款遊戲應該是玩王心靈 不 不好意思 它是代言人 既然它沒有任何遊戲畫面 我只能用它的代言人影片來講 我找過它所有官方影片頻道 是找不到的 不過不要緊 我想這款遊戲只是賣代言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按下 MMORPG的話 我可以按進去吧 如果你喜歡王心靈的話 接下來是一款策略遊戲 這款遊戲叫《無盡的拉格朗日》 現在雙平台已經上線了 遊戲是玩什麼呢 即是我們在星際旅行 又或者是我們在宇宙 其實也沒有什麼 都是說一下星際戰爭 星際大戰 即是我們在宇宙上可以片來片去 用藍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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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它的動畫在10月5日已經播放 遊戲本身說2021年會上市 不過在11月的時候 官方又說要提升遊戲品質 所以要到2022年才會再推出 我想大家... 有看過動畫的可能會期待一下 我自己沒有看過 所以我並不太期待 好 今星期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兄弟們 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觀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